我們今天要上第五堂課啦 好 那首先要感謝幾位同學 維珍今天要來嗎 維珍對 掌聲謝謝一下維珍 維珍有幫我們問那個哪個單位啊 那個是 萬能科大 萬能科大 他們在台北市其實在旁邊就有一個教室 那所以非常感謝 不管到最後有沒有戒成功 同學都是 這個 講的比較 宗教一點叫發心 但其實我講的不是宗教的概念啦 就是你自己去中間那個善的宗字嘛 幫那個Meska 來Meska舉個掌 來大家掌聲鼓勵一下 Meska現在在師大念研究所嘛 好 所以他也幫我們協調看看有沒有場地 那一樣 不管最後有沒有戒到 老師都非常感謝各位去找這樣的資源 去問主任啊 去協調啊 那我先跟各位講一個前提就是 不管最後教室有沒有戒成功 我都願意去演講 我都願意提供所有的教材 所有的資料 因為這是一個善的種子 OK 所以不要太在意別人說 啊 到最後因為什麼樣的因素 沒有戒成 那你就這樣說 我沒戒成 那我幹嘛跟你去免費演講 你這樣就 格局太小了一點 OK 所以大家客區這樣 大一點 只要你願意去給我這個機會 欸 Why not 其實我是這樣子思考 欸 我每次出去跟人家演講 跟人家上課 請問 是不是幫我自己打廣告 是 欸啊請問他有沒有收我廣告費 沒有 沒有 我是不是要感謝他 是 啊對 那所以 有一些事業有些單位請我們去演講 欸人家還付你什麼 人家還付你獎師費欸 沒有收你廣告費 還付你獎師費 然後 請你來做什麼 幫你自己打廣告 那我不是只是為自己打廣告 就是你要創造你的價值嘛 人家為什麼要聽你演講 你的人家有價值 那這樣就後續跟你再有合作的機會啊 所以 呃 非常感謝大家 去做這樣的詢問 那不管有沒有 雖然有沒有階層都有關係 那就是 大家去努力過吧 OK 那甚至剛才 呃 雅虎法先生提到就是 有一些其實 呃 成本不算太高的場地 對不對 到時候大家如果需要的話 他會一個人shake幾十塊 這也是OK的 不過我 我的 我的感覺啦 我感覺是一定會接到某一個單位的 那哪一個單位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好 有時候是這種緣分嘛 就是欸 時間到了 緣分到了 欸 場地就會出現了 不管是用借的 還是我們大家share一點 分攤成本 都OK 就大家 這個都 接受就OK了 好 所以非常非常感謝各位 來 那 51到60 好 所以辛苦那個 雅虎跟Mesca 好 他們一早就在 那個缺了很多的細節的部分 就是 表面上看起來好容易啊 就找個地方上課 但其實背後有很多的細節 需要去溝通 需要去斜角的 好 所以 那個Mesca 人資相關的研究所 欸各位 CP人到時候要到哪裡去啊 嗯 欸 那個全台灣各大企業去欸 那我現在有個機會 對他們稍微做一場演講 其實就是一個 散播散的種子的機會 那如果這場演講當中 可以提供一些價值出來 欸 他們以後在公司是 公司的人力命脈 對不對 因為他是人資 他是研究所 他一定不會當一般小職員 他一定會當到主管 那如果他當到主管階級 有某一些視野 某一些格局 那他一定可以把台灣的企業弄得更好 所以 講得誇張一點 我這樣 我會這樣想 我會這樣思考 就是 我那場演講 肩負了 增加台灣競爭力的使命 好 那我是不是要認真一點講 雖然是沒有錢的 但是那個 裡面的意義其實是很大的 好 這個意義大於 錢非常非常多 好 所以我會批了咪的講 好 那批了咪的講 不一定是講得很快 叫批了咪的講 是 它裡面有一些東西 這個會帶給人家 一些價值的 好 這我一直認為應該要強調的 好 來 那所以到時候 四一嗎 我現在說四一 不好意思 我調錯了 好 四一 好 感謝你的理性 四一 四一 好 所以是四一 你看像這個啊 這個檔案已經是幾年前的檔案齁 那時候有一批同學 赤豐 試願協助幫忙整理這樣 那我的原則是 只要你有幫忙整理 就應該掛名上去 那 還有人是放中文 還有人說不好意思啊 不要放中文啊 我放英文就好 所以他們自己決定的 好 就是他幫忙整理 然後就掛名在上面 所以這是Pieter Young OK 他永遠掛名在這裡 只要我持續講這個東西 OK 所以四一到 五零 我前一陣子在網路上 看到一句話 他說 你要非常珍惜 每個人對你的好 因為人家 不一定要這樣做 不一定要這樣做 對不對 主任不一定要考慮 要借我們場地啊 光考慮他都有很多的 因為他在 他有學校的壓力啊 他有學生的壓力啊 他有各方面的壓力啊 所以他不一定要考慮這麼做 那他願意考慮這麼做 那表示他有這個想法 那至於能不能漸層 還有很多的條件和問題 好 對 我們就光他考慮 就要感謝他了 好 所以 那個韋征 是在隔壁聊 他在懷寧街 懷寧街在哪裡 在地不太好 懷寧街在隔壁 在隔壁 在隔壁嘛 對不對 我記得是在隔壁 太棒太棒太棒 好 好 那我們再協調看看 好 看到時候怎麼做 是最好的方案 來 41 第41 我們來請一下 Habbit Habbit Habbit很簡單 Habbit 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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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會跟hav有關心呢 因為 i跟 i跟 a是母一代 i跟母一代 b是格林法輒的 b跟 bft 對啦 bpmfb bpmfb 所以disc 很簡單 那下面 我再補充一個原則 我們的原則是 業用工的同學會得到 越多的資源 所以我們這兩週是不是都是前面有上課的同學優先登記 那當然如果後面有介層場地的話 事實上那個維生跟Mesca有介層或者沒有介層 其實都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到時候我們這個有開放出名額出來 學校的同學要來上課就直接網路登記 然後進入群組 然後群組登記 就我們一樣經過這個流程比較不會亂 就我們知道說所有人登記的是多少 然後進來多少 登記上課是多少 原則很簡單 越認真上課的人 他應該得到更多的機會跟資源 所以我們就是有持續上課的同學就有優先登記 他只要辣掉一次兩次三次 越來越多次他要抱歉 你就沒有優先上課權 你就排後面一點 所以我第一堂課其實就跟同學講 在老師的心目中沒有所謂證取跟後補 其實先後填單而已嘛 那再來就是看你用過程度的問題了 好 例句部分我們進行一下 Why don't you go? Why don't you exhibit his portrait? OK exhibit 當然EX是哪邊? 外面 EX的變形叫EC 叫EX EC EX 我們來找一下 哦 那那麼多 EX EC E等於EC等於E 都是外面的意思 外面的意思 那有很多 有很多這種字的 好 例如說出口 來聽一下 EX 好 EX叫什麼? 出口 來這裡是 EX 哪邊? 外面 IT 走 走 它是走路的字分哦 好 所以現在有一個字叫 拜法 V-I-S-I-T 對吧 來聽一下 Visit Visit Visit是動詞 也是名詞 那V-I-S是用眼睛 看 對 它等於C 然後IT 代表走 所以走去 看一看 走去 看一看 OK 那為什麼我們剛剛說那個格局大一點呢 我現在不是說那個線上萬人演講嗎 現在這個已經變基本條件 然後結果就過了一個禮拜 各位猜猜看發生什麼的 猜猜看 大陸的速度之快 所以我變成某家公司的股東 就拿了一萬股 然後後面還有更多股 但是有績效考 這齊全 這邊 那個股權分配有關 所以 他們速度真的非常的快 好 到最後到底會不會拿到錢 因為我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已經變股東了 好 那為什麼要變股東 因為他們認為變成股東的人 比較有向心力 比較向心力 好 所以我就問我學生啊 欸 我去北京上課 然後現在3月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那人家就讓我變股東 憑什麼 欸 確定 憑什麼 那個公司的總經理 是我那個在北京上課的同組的同學 同組的 那我學生就說 啊 你們同組嘛 一面支援嘛 當然有緣嘛 所以就變股東了 我說錯 我們同組12個人 只有我變股東 其他人都沒有 嗯 所以 還有叫做 他官安在成功 他中必有緣故 就是一定有一些細節 在背後 你不知道的 那我付出的努力 給我提供的價值 獲得了肯定 那人家就會給你這樣的機會 好 這是非常有趣 而且我人都在台灣 他們人都在大陸 對 非常非常有趣 速度非常快 好 所以當你看到這樣子的格局跟視野的時候 你就不會去記起來一些什麼 很小的事情 一萬股大概最低最低啦 最低最低 市場價值就是一萬人民幣嘛 那台幣是不夠玩空 那他說這個是起步第一步 後面看你的績效喔 績效越好就可以越做股 但是我覺得這是會非常激勵人的 其實我以前就一直在思考這個東西 但台灣的中小企業主 一般第一不了解 第二他也不 不想用 因為他覺得 他的股份都是我的 我才是老大 好 其實剛好相反 當你把股份都發出去 真的做很大的公司 都是把股份發出去的公司 那真的做很大 因為員工逼了命的幹 因為員工會想 這是我們的公司啊 好 完全不一樣 非常有趣 這意思 Exit Exit Visit Visit OK 好 所以各位試著把這些格局稍微拉大一點 不要為一些太小的事情 在這個 浪費時間 好 下面一個 Exhibitor Exhib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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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d Exhibition 好 Exhibit Exhibit E-X-Y-N-E-N-E-H-I-B 拿出來 OK 那有一個片語考試會考 考試會考的叫做 On Display On Display 在 世中 On Display 在 世中 On Display On Display On Display OK OK 下面一個 來看 42 好 這個字真的是非常棒的 來寫一下 Hosp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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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不少 但你說老師 我也學過 醫院 哪一個字 Hospital Hospital 很多人就覺得說 一定是先有醫院嘛 那才有Hospitality 你覺得是嗎 其實剛好相反 因為在英文的幾千年的歷史當中 醫院是蠻後面才有的 如果你回想一下 各位可能太年輕 你可以問一下你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以前但沒有醫院的時候 或很少醫生的時候怎麼辦 身體不舒服怎麼辦 我問過我媽媽 以前有一種人 蜜 蜜 其實以前蠻多的 現在也有 所以比較少 因為現在 這個合格比較不國 以前那個叫郎中 他連蜜都不算 什麼叫郎中呢 我媽媽說的 他會帶著各種藥 譬如說肚子痛的藥 牙痛的藥 頭痛的藥 什麼藥 然後一包 然後說來 這掛在你家門口 掛在你家門口 好 這個這套很厲害 我覺得以前人的形象 就很厲害 很實現 她說 我媽媽說她小時候的意見 然後掛在你家門口 譬如說肚子痛的要10顆 頭痛要20顆 什麼要幾顆幾顆 那就把它清點好 然後說 我說我放在你家這邊兩個禮拜 我兩個禮拜以後回來清點裡面掃幾顆 如果沒有掃不收錢 如果有掃再收錢 欸酷嘛 這叫令人無法拒絕的提案 因為他沒有收你錢 他說我先放你這邊 萬一你肚子痛 你就吃一顆 萬一你頭痛 就是什麼一顆 萬一你有急需的時候 因為以前人又沒有那麼注重 這種什麼看醫生啊 而且也很少這種治癒 所以就要先吃藥再說嘛 所以 欸有這種行業耶 超酷的 不是有聽過的請舉手 有啊 雅虎你聽誰說的 也是媽媽嘛 對不對 可是我聽過 哇靠 以前營銷做的真讚 好 我阿嬤 我阿嬤在賣菜 在新莊賣菜 她是新莊 這個蔬菜水果的大批發商 從挑扁蛋 變成全新莊 蔬菜市場最大的盤商 超厲害的 然後我說阿嬤你現在都賣 但是以前呢 就是我如果過年有帶她出去 她每年都會講一遍 因為她不記得她講過 她都會講一遍 阿嬤當初賣菜送臉盆 送臉盆 那幾十年前就這樣做了 送臉盆 我們現在覺得臉盆是nothing 沒有什麼 幾十年前臉盆塑膠水品是很好用的東西 所以當年送臉盆 那是很暢銷的做法 所以運氣又很好 碰到那個警察廳的人 那時候叫警察廳 警察廳的人 然後那個一些警官 然後後來就他們說狗 狗那大大批的 就是警察廳他們中午要吃飯嘛 所以又那個開火 所以說幾百人的那種 菜就這樣幾十件 幾百件這樣送 然後後來開始 警察廳官方單位有合作了 借歷史歷 他就去哪裡 工廠 新東很早期也很多的工廠 開始去跟工廠的伙食那邊去合作 然後所以後來 不小心變成新東最大的 蔬菜水果皮疙瘩 這很厲害吼 而那裡是Hospitality 好 上面 The Native Scope Native Scope Noted for their Hospitality 所以時代其實不一樣 醫院是很後面才出現的 那以前呢 其實是先有殷勤狂犯 那如果出過列書 很多人說我想去念 Hotel Management 叫做飯店管理 其實這個只一半而已 真正正確的 如果你到瑞士去 他說我們這個科系叫 Hotel Management And Hospitality 我們這個科系叫 飯店管理與殷勤款待 所以其實飯店管理是管理的那一塊 那是比較理性邏輯的那一塊 但是真正讓客戶 背感溫馨的是哪一塊 Hospitality 應該是這一塊才對 所以台灣很多科系都把後面砍掉 可是懶得說那麼長吧 不是啦 反正就是他把後面去掉了 然後他只留了Hotel Management 糟糕 只學了一半 只學了一半 就有人開玩笑說 台灣有一些中小企業呢 就學東西學一半 然後學下午茶 下午茶請問做什麼 廢話喝下午茶囉 喝下午茶然後配什麼 廢話配餅乾喔 這樣就是學一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下午茶就是真的喝下午茶 然後配餅乾 然後就欸這餅乾太硬了 下次不要再買 就討論的議題就是這樣嘛 如果聽說英國人本來在 afternoon tea在企業的話 其中一個 這就是人資設計的 為什麼下午要弄個笑茶 afternoon tea 為什麼他工作壓力很大 下午來休息一個20 minutes break 然後呢 afternoon tea 然後趁這個20 minutes break 的時候 主管可以出來走動走動 然後就問說 欸這都呢 上一個案子怎麼樣啊 什麼什麼 然後邊喝茶邊吃餅乾 邊聊一聊 需要什麼幫忙嗎 好這樣這樣 然後比較輕鬆的 就營造一個比較輕鬆一點的氣氛 大家吃吃點心 喝喝咖啡 喝喝茶 順便把一些公司上的處理 聯絡接洽一下 聽說原意是怎樣 可是到台灣就是真的喝茶吃餅乾 欸 下次反購一下哪一家嗎 對 這樣不錯吃 但是那也ok啦 但是就是很有趣 就是我們學了一半 來這件事 Hospitality Hospitality 然後以浩克著稱 那LAT 來趕快圈起來一下 LAT LAT 是什麼呢 是這個跟出生有關 所以跟出生有關的字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 請問你們想到國家哪個字啊 Nation 對吧 所以可以再延伸 來看一下 在這 Nation 然後原生的 它已經名字叫Native Native 那它其實來自一個法文的字跟 Nes Net 那上面有一個法文字 已經名字叫Renaissance Renaissance 它可能是意大利的什麼復興 文藝復興 對 文藝復興 RE代表再一次 Nes代表出生 所以人文主義再一次誕生 人文主義再一次誕生 叫做文藝復興 因為在這之前比較是 中古世紀教會時期 比較重視教會說了算 後來發現人是一切的度量 好 全文標準 所以達文西畫了哪一張畫 那個圈圈 然後人打開手 張開腳 以人為主的時代開始了 所以那時候是人文主義的復興 開始重視人 所以這邊藝術啦 跟科學啦 等等方面的研究 其實也是有關係的 就是那個時代的一個氛圍 會產生那個時代的一個特殊性 像那個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研究心理 請問人資跟心理有沒有關係 保證有關係 絕對 譬如說人資的薪資設計 要不要設計得很符合人性 要不要設計得會激勵人性 這就很重要 設計得好 員工就拚命看 設計不好就想走了 因為我做半天再努力都一樣 那我幹嘛這麼累 人都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都是 這跟你是誰無關 跟你是人有關 只要你是人就這樣 好 對 雲雲 現在工作還開心嗎 還可以 還可以啊 好 OK 好 所以這裡是Renaissance Renaissance Nation Native 不過有時候不要太衝動 你要先思考好 你現在的條件 然後你的下一步 然後做好轉換 再會比較安全一點 好 各位老師就不是說 立馬 辭掉工作 現在趕快說絕對不是 剛才我們講借立嘛 然後從成功走向成功 你一定有的東西就不要放 各位學生 他從那個 某一間國外品牌的服飾公司 然後從那個 營銷企劃部人員被調到倉管 他就很不爽 我本來是企劃人員 你先把我調去倉管 大財怎樣 他認為啊 大財小用了 他就做什麼 沒有事 我要辭職 不幹 這樣 我說那你辭職不幹了 你一個月損失多少錢 把他的損失一個月多少錢 多少錢這樣 我說那你有把握 多久可以找到下一個工作 因為他這邊半年了嘛 他說嗯 不知道 好 那我就問你 你如果三個月找不到 你算一下你損失多少 如果你半年找不到 你算一下你損失多少錢 你算蠻多的耶 如果算三萬 三六就十八萬 三三九就十萬塊 欸 你莫名其妙就損失十萬跟十八萬 何苦來哉呢 他說那老師我怎麼做 我說很簡單 你就好好去把倉管的事做好 然後呢 你是不是有空做什麼 其他的事啊 那至於其他事你要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好 那有機會 我還有教他一些招 有機會 因為他們現在倉管跟辦公室分開了 我說有機會呢 你就買咖啡回去主辦公室 請所有人喝咖啡 我說你們主辦公室有幾個人 他說不到十個人 他說一杯咖啡五十塊 開五百塊 然後去請大家喝咖啡 做什麼呢 去跟大家聊一聊嘛 好 我現在倉管有沒有這樣這樣 你們有沒有需要幫忙的啊 因為反而他本來做行商計畫的時候太忙 沒有事情去做很多的思考 他現在做倉管 反而有空可以做思考 因為他的動作已經被訓練得很快 我說太棒了 現在你就可以回去 問大家說有沒有需要幫忙啊 我倉管這邊已經弄到一個程度了 反而你可以在老闆面前怎樣 跳出來一點 因為以前都在主管下面 被主管壓著 那現在跳出倉管其實是非常棒的 因為他可以直接對所有人 欸 你可不可以 欸 你沒有怎麼樣 我要幫忙的 所以經過三個月齁 好 我再回頭跟他分析這一個過程 他說 喔 還好 當初有聽你的話 反而至少損失十萬齁 如果再過三個月至少損失十八萬 更大的差別就是 他就沒有條件去做他想顏色的東西了 這是很大的差異齁 從成功走向成功 還是那裡是Renaissance Renaissance 好 文藝復興 下面來今天叫Hospital Hospitaler Hospitalize Hospitalize 好 使住院治療 OK 來下面請看這個是四十三 一地歐一地歐 來下面一點 一點 來這裡翻譯得很好 叫特殊的人 異於常人的人 那麼一般人把它稱為傻子 白痴 所以之前是不是印度也不變 叫三個傻瓜 我覺得當初翻譯的人也翻得很好 他沒有翻譯成三個白痴 因為翻譯成三個白痴 你可能就不想看了 三個傻瓜 傻有時候是好頭 傻 你怎麼那麼傻在做這個事情 我們看工藝課就有點傻 不是嗎 不是嗎 你又沒有什麼收入 你何苦來哉呢 好 我們傻的有道理 傻的覺得自己有價值 來這裡是bidius bidius OK 所以下面he was an idiot 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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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an idiot 糊塗蟲把自己眼睛給丟了 我們在今上課這個繪畫課本 裡面好像就有一課 他找他的手機 他找他的鑰匙 然後最後他會說 Where are my glasses 然後最後他會說 哈哈 they are on your head 白痴有沒有印象 眼睛在你頭上 b1還是a1課本 所以你有什麼印象 應該有這一課齁 太久沒複習了齁 好 所以這裡是he was an idiot he was an idiot he was an idiot to lose his glasses 所以如果你要練口語的話 順便一起 雖然我們主要是講 字根啊等等 但其實口語也是很多人想要練的 你想要練口語的時候 你就舉個什麼 英文口語 英文口語 好 請放下 好 那你的目標是什麼 目標 你想練英文口語 目標是什麼 放到外國人就能講話 好 放到外國人就能講話 那我來稍微分一下不同的level 因為其實那有不同等級的 nevel 1 大概是1500字左右 其實就ok了 碰到外國人就講話 請問 因為碰到一個老外說來 他們討論黑洞吧 蛤 宇宙大爆炸 who are you 你是誰啊 所以碰到老外 一定講一些daily conversation where are you from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how's your life in Taiwan do you like Taiwan 就是碰到老外不認識的 我都是講這些句 然後就讓他講 因為你問問題 問題就聽他講 說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他就開始了 I've been here for three years oh really why have you done 你做了什麼事 我就是一直問問題 就一直問他問題 然後就一直回答問題 其實最厲害的溝通的人 是最會問問題的人 為什麼 因為對方會覺得你對他有興趣 也就是你對他講的內容有興趣 那我確實啊 從他的答案裡面 我再挖一個問題出來 oh really 你學什麼什麼的 他為什麼會跑來台灣呢 我在北京機場 不知道有沒有跟各位講過 懂嗎 我從北京回來台灣的時候 在北京機場 跟一位澳洲老太太聊了快一個小時 原因就是 他要插那個公共電話的電源 然後他插不到 然後就順手 因為在我面前 然後就順手 我就幫他借了 他說欸小妹 好啦 謝謝你啊 年輕人 很久沒被叫年輕人 所以歐洲人 歐美人是包含澳洲 他們看亞洲人 都覺得很年輕 因為他們的皮膚比較容易老化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們很年輕 而且我穿帽T戴個 那個夾手帽嘛 欸小妹 然後就坐下來了 所以他坐我旁邊 坐我旁邊 然後他不會登入那個機場的Wi-Fi 那我就那邊弄半小時了嘛 所以我就說 欸 Step 1 click here Step 2 click here Step 3 結束 哇 謝謝小妹 酷啊 他就稱讚我你看 然後人家稱讚你 你要不要回答一下 不要嘛 不要嘛 That's nothing No problem OK 然後只好你就跟他聊了吧 就一聊 欸他是英文老師 我也是英文老師 他在非洲教英文 他是澳洲人 然後他要北京三個禮拜還多久 然後講一些英文教學的東西 然後呢 然後要準備要回非洲去了 他說欸 有機會來台灣 怎麼樣 然後就這樣聊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們在聊的當中 並沒有什麼太難的字 並沒有 偶爾跳出幾個比較特殊的 因為他開始問我的背景 他說那你怎麼會當老師呢 欸他學我你知道嗎 你怎麼會當老師呢 啊你以前學什麼 啊你大學練什麼 啊你一個蘇果英國書嗎 反正開始問問 然後就開始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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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厲害的欸 他也 我在中間我也反問他嘛 那就換他講啊 對不對 然後最後就聊了一個小時 偶爾又講到一些比較深的 比如說 我講到我一路 不正也學了很多 Interdisciplinary 叫做跨靈 偶爾講一些教育學的這種專有名詞 幾個而已 那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大部分都是什麼 1500字到2000字裡面的 非常非常簡單的對話的內容 好 所以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可是其實很簡單 這是Level 1 那Level 2 比較是什麼呢 Business 大概是3500字到6000字以內 好 那我們對照多益的話 大概就多益550分到600分 所以如果你多益有550到600分 其實你已經在Level 2 那如果你多益有300分 好250到300分 其實你已經在Level 1 就是你的智慧量已經有了 那奇怪老師 我有智慧量怎麼無法三開口講英文 哪有沒人 我有智慧啊 奇怪 怎麼無法三開口講英文 膽小 啊 膽小 膽小是什麼 膽小 膽小 膽小的話 Ryan可以參加什麼單位 Osmash Osmash 他去了啊 你去哪裡的 北大的啊 他去北大 你住哪裡出去 永和 永和也有分會啊 好 這個來 介紹一個單位給各位 T O A S T TOS Master OK TOS Master International 這個有講過嗎 沒有啊 中華民國國際演講協會 非常棒的一個單位 是他有嗎 沒有 但我有參加洗洋洋 洗洋洋在哪裡 他是那個 中盛紀念堂 中盛紀念堂的 參加了多久 嗯 段段序去參加 因為後來上課 嗯嗯嗯嗯 好 那個有什麼好處 嗯 他就是 你去參加的時候 其實如果你 一開始沒有入會的話 你可以當貴賓 當GAS 需要100塊 然後他就是可以練習演講 對 有時候有幾期演講 一起回 你就可以上去 或者是你講個笑話 是 是 不過你的挑戰難度太高了 一般就是循序漸進 因為有人會擔心說 一下叫我上台講的話 我就不敢講 你還叫我上台講 你會更緊張 所以他們其實有 因為我有帶學生去 聽過他們的課 那這個非常棒 因為他們其實是有歷史 有系統的一個單位 你看這邊 嗯 台灣是第67區 第67 然後呢 在台灣已經超過57年了 在台灣有164個clubs 就是分會 好 我之前帶學生 因為是實踐的學生 帶他們去那個大同 大同 以前叫大同工學院 現在叫什麼 大同大學 好 就在中山北路那邊 然後聽他們 你看喔 英文、日文、國語、閩南語、客語喔 都有 所以你想學客家話的也可以去 你想學日文也可以去 那我們現在主要講英文的 好 維生說住中和 永和 好 那這邊你看 這邊就可以選 新北市 禮拜幾 有空 晚上 六路應該就是白天了 來 禮拜 五 好 然後選語言、英文 好 尋找 撫人 好 這應該是撫人大學的 是吧 好 那我不認識人怎麼辦 有 你認識會長 Jessica 我不知道找誰 Jessica很變化 0921 539 570 想要去撫大的 欸 主任可以去撫大 好 如果想要練口語的話 他們基本上是兩個禮拜一次 是吧 看分會 看分會 大部分應該是兩個禮拜一次 也就是說你一個月也聚會兩次 北大也是嗎 每個星期 喔他們每個星期 這樣更認真 那需不需要費喔 如果你想要他的手冊的話 你比較入匯 對 入匯就是變成 入匯費多少錢 北大是算學生的費用 所以就收1300 一年 一個學期 一個學期1300 那一年不過2600啊 沒有 他如果你入匯第二次的話 他可以再算學生 再給這500 所以一年是 可以再少 第二次再繳費 只要700塊 所以不到2000塊 然後 然後每個禮拜你可以去練英文 是不是超便宜 就一年有四十幾週嘛 然後你只要付2000塊左右 北大那邊三峽 好 那不大 就是他們對學生有一些優惠啦 我記得上次那個 我在大同那邊旁聽的時候 他是說一年好像一兩千塊 所以應該是學生有優惠 所以這個是資源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想練口語的話 你就可以去找這個 好 他們還有這個外國人 什麼 你看那個新聞上面 外國人講台語笑話比賽 是他們辦的 是他們辦的 好 所以他們其實在做國際文化交流的事情 好 藉由演講的這個工具 Postmaster 對不對 因為這個老師在師大早就講過了 你們有去聽嗎 那等於沒聽過 等於老師講了這個資源 但如果你沒去用 就不會發揮效果 對不對 這是口語的問題 好 好 對 Ryan 去幾次了 三次 非常的感覺怎麼樣 不錯 就聽他們的 聽他們的一些 你先看看 你不敢講沒關係 我就先聽嘛 為什麼不敢講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你聽的不夠多 Input 不夠多 好 Input 不夠多 你當然無法output 所以我剛才講的 那些 我總是說廢話課本很簡單 我會看都會啊 結果課本蓋起來說 OK Let's have a conversation 他就說 嗯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算了 平常 就大概就那幾句而已 那原因為什麼 因為你看懂不代表你熟練 那剛才為什麼我會想到那個對話 因為我都強迫學生要背 要背會話 所以這邊有幾位上過的會話課就知道 我們要背課文了 那為什麼要背 背只是一個過程 背這個過程會讓你很熟悉很熟悉那些句子 不小心在日常生活 然後我蹦就跳出來了 好 就是少練到這個程度 好 好 來下面請問一下 Id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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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iotically Idiot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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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來請看 下面 四四 JECT 一起問一下 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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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Sh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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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在列是Injection Injection 所以來 The doctor The doctor injected The doctor injected it the drug into my arm 所以JECT 那講到這個JECT 我們待會兒來補充一個 跟拒絕有關 叫Rey什麼 Rey Jack 好 先把這個講完 基本1,500 然後中間3,500到6,000 然後進階可能就是1萬以上到2萬字 1萬以上到2萬字這叫學術英文 也就是你出國念書的時候 跟教授在討論心理學 哲學 氣象學 天文學 什麼化學藥品 這些專有名詞類的東西 但我們一般人其實用得到 用不到 其實用不到 好 所以一定要設定 其實觀光用語也在這裡而已 你要跟老外會開口 初步的講話 其實字不多欸 所以要訓練膽量為真 去哪裡 Touch's Master 還有什麼原因 你還有什麼原因 不敢講英文 口語 對 他說膽量的問題 愛嗎 胆字已經有啦 心魔 怎麼樣 心魔 何謂心魔 何謂心魔 就覺得自己脫 自己脫 OK啊 我就覺得自己脫 像這樣做怎麼辦 要去催眠嘛 怎麼辦 其實我認為啦 你認為呢 跟人資有沒有關係 有 員工認為他做不到 那人資就要負責去設計一個流程跟步驟 讓他覺得說 其實我辦得到 好 讓他說服自己 你說服他是沒用的 讓他自己說服他自己 好嗎 第一個 立刻加入Touch's Master 因為他們會有一個 step by step的計畫 讓你從他們的工作人員開始 你可以當 timer 計時者 如果我不會講英文啊 沒關係 那你會當 timer 吧 OK Speaker 1 You spend 1 minute and 25 seconds to finish this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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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花了1分鐘 25秒 完成這個演講 Speaker 2 講這些會吧 第一位演講者 你花了1分35秒 完成演講 第二位演講者 你花了5分25秒 完成演講 你會講這個內容吧 但是稿子都會給你啊 所以你就做什麼 練膽量嘛 因為內容就是最基本的啊 那一次有5個演講者 那你就把5個演講者的計時 跟大家報一下 你的工作就結束啦 所以他是最 minimum 就是說他都是給你很小很小很小的一個任務 你先當過什麼 來 有嗎 還沒 所以目前是主要旁聽 被自我介紹嗎 沒有 現在他現在沒有叫我上學 所以先聽 OK 那你有沒有寫你的自我介紹啊 他們沒有說要寫自我介紹 太被動了 是他們要你學還是你自己要學啊 對啊 你自己要學 你去跟一群人練英文 不用準備一下自我介紹嗎 要吧 要 可是他就你入會之後他會先 後面之後會給你一個手冊 嗯 那個手冊就會叫你如何自我介紹 哦 OK好 所以裡面有教怎麼自我介紹對不對 對 那你現在去都跟大家怎麼互動 因為他進去就要講英文 規定 進去就講英文 就是他全程都用英文 對 那你進去的話你只認識會長 額 就顧問同學慢慢熟悉 好 慢慢熟悉啦 好 那你第一次怎麼介紹認識的 嗨 I'm Brian 沒有 他中間還有我會玩一些小遊戲 哦 所以他還有遊戲 玩小遊戲之間你跟彼此都可以 就認識了 哦 OK OK好 所以這跟那個Social Activities 又有關係了嗎 好 所以就是藉由英文這個主題 大家去玩一些活動 欸 就認識一些人 慢慢你就會越來越熟悉了 而且你被他們這些人開始熟悉之後 其實你就不害怕在他們面前講英文 那訓練久了之後就是任何人面前 你就不害怕 對 其實你講不好他也不會 他們也不會去說笑你幹嘛 就是練習嘛 大家就是練習 如果大家在補位才就不用來了嘛 不是這樣嘛 所以就是補位才來嘛 好 那麼還有指導老師 好 初次他們還有分會都有指導老師 那指導老師還會在大家結束之後 來給大家一些評論跟意見 我去大同那邊的時候嘛 這位指導老師聽說是台灣為二的Toastmaster 因為Toastmaster是一個頭銜 叫做演講大師 Master 這個字 台灣聽說五隻手指頭 就數完了 就是有曾經一路這樣過關斬將演講比賽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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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直到美國總會去 獲得獲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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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 這個獎章的全台灣不超過五個 全台灣 所以英文好是一回事 但是你要拿到Toastmaster 那是需要一路過關展將上去的 那我去大統的時候 那個指導老師就是 全台灣唯二還是唯幾 就是有拿到那個Toastmaster的 那個不容易 這個不容易 那連老外都覺得它英文超棒的 我們去參加那一次有一個老外來參加 因為這個Toastmaster其實它是全世界的 你在台灣參加 你有會籍 你可以到全世界任何各地去參加他們的活動 他們是國際教練活動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台灣的活動而已 不是 它是國際的 所以很棒的資源經理過利用 心魔的話呢 其實最快的方式去參加活動 然後透過什麼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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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一天打破你的心魔 其實我可以啊 其實沒問題啊 就慢慢練習就上來了 好 回來再聽一次 Inj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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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作導 好 就是拉英文字跟 那為什麼呢 你看一下導這個字 一起點一下 Island 它就把U壓縮掉了 所以NN去掉了 所以NNU去掉了 ISL就變成I-L 很簡單 Lan的是土地 IS就聯想單獨的嘛 為什麼IS是單獨的 懂了 因為意思不是單數嗎 對不對 我覺得你越來越厲害 你上次講那個科幻小說有嗎 跟做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就一直這樣講 就做夢嘛 科幻小說就做夢 上禮拜我們講的 因為這樣很直白 大家很容易記憶 來下面一個Penisular Penisular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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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飯 PEN 它其實來自於PAN 你可以查單字 有一個字叫做PAN PEN 譬如說 泛亞中 泛亞洲 我們可以來查一下 我們可以來查一下 好 你找Pen Asia 好 到Google來 就是一間餐廳 泛亞銀行 什麼叫泛亞洲 其實就是亞洲附近必帶啦 好 包含東南亞啦 還有上面這一些 看一下 Pen Asia 有一個說法 就是亞洲附近 對西方人來講 有幾個說法 其中一個叫 台灣這邊叫做遠東地區 它顯示了這一塊 就是廣泛的亞洲的意思 那亞洲我們又分成什麼 東北亞啦 東南亞啦 然後過來一點 中亞啦 等等 所以泛亞洲地區 叫做的單字是Pen Asia Pen Asia 那它現在只不過把Pen Asia PAN變成PAN 不應代換 insular 不是島嗎 所以就是它看起來像個島 但它不完全是個島 所以請問香港是什麼島 維多利亞半島 半島 那邊有一間半島酒店 聽說很貴 好 這裡是Penisola Penisola OK 所以它是維多利亞半島 Penisola 就好像是個島 但不完全是個島 是不是佛羅里達也是 佛羅里達 好像有類似這種地形 其實蠻多地方都有的 來第一句念一下囉 Hesalska Hesalska Cainted on the tip of the peninsula 然後下面Penisola 半島的 所以你看這個字其實是比較中高階的 半島 因為半就是有點半的意思 差不多是那個樣子 OK Ten minutes right 休息室 拜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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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